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敏 你别走 张叔找过我 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 小敏 原谅我 再给我一次结婚 我已经丢了你的死 我不能再把你丢了 我们和好吧 我爱你 你怎么那么傻 把所有的事都一个人扛了 为什么不早点找我解释 爸 郑叔 爸 郑叔 高啊 小敏 你们来了 爸 谢谢你 小敏 张叔刚出院不能太激动 再说 咱不是来请大家吃饭的吗 爸 谢谢 你帮我跟高飞说和了 我们两个人特别高兴 想请大家伙吃个饭 好好地庆祝一下 好 好啊 那我就去跟高飞订个包姜 好 桂香 爸 阿姨 以前的事 对不起 那我们先去了 走 晚上好好聚聚啊 现在 看着他们和好 我真是太高兴了 桂香啊 赶快去给他们打电话 廖敏和小高晚上请大伙吃饭 咱们好好乐呵乐呵 好 好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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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到啊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哈哈 别着急啊 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马上就要来到了 哎 你是不是又要玩什么浪漫啊 是别三人 当刮目相看呀 这你还真说对了 小敏 之前咱们俩经历的事情 真是让我终止难忘 还好 现在苦尽甘来了 我又找回了我失去的宝贝了 所以此时的我非彼时的我了 小敏 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这话说的可真是暖人心啊 这冥魂汤把我灌的 我都晕了 那你可得坐稳喽 一会儿还有更让你晕的事呢 我呢 现在虽然不能让自己心爱的人 坐在不属于自己的大门车里笑 但是我也绝对不会 让自己心爱的女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哭 我跟你说过 我要证明我自己 会在这个城市有立足之地 那一天 就是我们成家立业的时候 这辆车虽然小 但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以后 他就会宰着你的鲜花和欢笑 奔驰在这个城市的马路上 但是我们摔在这个城市 你把我照在那里 会在这些城市 看起来 你把我照顾在这个城市 这种地方 帮我照顾び 你把我照顾在哪里 看起来 我照顾在这些城市 你把我照顾在这些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说啊我真没跟你开玩笑啊 你别再跟我搞什么话招了啊 好了你就放心吧 我祝你们明天玩的愉快 精神啊一天比一天好 你呀是福大命大早不大 又闯过了生命的一关 可不是吗 人这一辈子不就是生命不息闯关不止吗 我给你做了无鸡汤又炒了青菜 主食想吃点什么呀 你把我当成宠物了 一会儿喂我吃这个 一会儿喂我吃那个 咱们除了吃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你怎么了 问你吃什么你们都烦 自从我生了病以后 你们是什么也不告诉我 你说九丽他们离婚这是多大的事啊 说完就了结了 你们都对我封锁消息 这是对我最大的不敬 你别生气啊 大夫有过交代 说你要静心静养 不能受到任何刺激 我满脑瓜子烦心的事 我怎么静得下来啊 我脑子想事说停就能停啊 这几天没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我告诉你 你呀愿意想你就想 都动了脑子也好 不得老年痴呆症 我做饭去了 你回来 来 我问你 你说你这刚好了两天 你这又不听大夫话了 九丽他们 到底是什么时候离的婚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真的不清楚 他们也没说 你是不是瞒着我不说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 从今天起 你别跟我说话 我也不理你 我说到做到 我真的不知道 那天又没找你啊 说离婚的事 我怕你着急被我给挡了 以后我的事啊 你别猖狂 你挡什么家啊 你说他们离婚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问清楚什么原因 你就给挡回去了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 你还说我糊涂 咱俩到底是谁糊涂啊 是我糊涂 那天他一说离婚嘛 我脑子嗡就炸了 我想这离婚怎么还扎堆啊 现在我都不能说 一说头也晕 下回我一定注意不再掺和了 只要你高兴 我把嘴上贴个封条 我都愿意 这就对了 还是要少说为家 你啊 抽空还是问问久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久力就算了 我不想问了 因为这事她抱怨的 跟我甩脸子 要问我就问玉梅 玉梅 对了 我想起来了 玉梅说了 是因为刘家琪 刘家琪 你忘了 是廖敏的朋友 来咱家住口 总跟那个原人 打得不可开交 对了 刘家琪 插足久力他们家庭 有这种可能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你的一身一鬼啊 我都领教过了 没有一次准的 你还是问问玉梅 到底是哪根筋 没抽对 请进吧 铺鞋在这啊 你说我刚才试那件衣服 好不好看呀 挺好看的 那买不买呀 买 你找什么呢 没找什么 等会儿 等会儿 干什么呀 你一惊一乍的 等会儿找车 没什么 那个 咱们还到我屋座吧 这个没有了问题 我来看看 好 那你先等我了 好 你怎麼神經喜喜啊怎麼回事啊 沒事 哎隨便坐啊哎哎等等等等啊 等等 哦哦可以坐當然可以 吃蘋果啊 這都洗乾淨了的沒有做啊哦 沒事 不要說一遍 佳琪 佳琪 我要的文件呢 莊總 不好意思我睡著了 文件在這兒呢 哎我說你最近怎麼了 老實犯困 還是 哪不舒服啊 沒有 就是沒休息好 我調整調整就沒事了 哦 好 別管我 別擦我開車 劉佳琪你又出來 劉佳琪你過來 我有話給你說 劉佳琪 你幹啥呢啊 這是公司不是你胡鬧的地方 你趕緊走 我跟你已經沒有關係了 我不想見到你 好 劉佳琪 我不同意離婚 我要跟你復婚 劉佳琪你相信我 我 我以後好好努力 我好好努力掙錢 我以後掙 掙多多的錢 我 我養你 我養你還不行嗎 劉佳琪 我跟你說多爾變了 我們兩個已經沒有關係了 你以後別再纏著我 我們已經離婚了 已經結束了 你趕緊走 趕緊走啊 劉佳琪 劉佳琪 你說實話 你幹啥呢 你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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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在這撒影啊 你幹啥呢你 剛才劉佳琪的話 我已經聽明白了 你們倆的緣分已經到頭了 你別在這死皮賴臉子 纏著你啊 好說好散 重新開始 才是正事 進章的 你算是幹嘛地點 劉佳琪 那是我老婆是我女人 你幹什麼呀 你操什麼心啊 她是你老婆 你別鬥了 你們倆都離婚了 從法律上講 你們倆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她現在是我的員工 我得為她的安全負責 我警告你啊 你現在立馬給我走人 要不然別怪我 對你不客氣 怎麼個意思呀 姓章的 賞單挑是吧 賞單挑是吧 打死你 姓章的 過來 有準你給我過來 我嚇到 姓章的 我嚇到 我再認死你 姓章的 姓章的 我再叫我出去 姓章 對不起 沒事 繼續工作吧 繼續工作吧 濤通 你還記得嗎 咱們在高中的時候唱的那首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全校歌詠大會 咱倆得了紀念獎 那次表現是不是特別好 發揮特別好 怎麼唱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变 我的爱不依 月亮代表我依心 太棒了 我觉得又想回到了高中时代 最近我学了一首歌叫爱情买卖 你会唱吗 你也会唱啊 咱俩一块唱 咱俩一块唱吧 好那怎么唱呢 我看一下歌词 出卖我的爱 逼着我离开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出卖我的爱 你背了两心斋 就算不出再多感情 也再也迈不回来 大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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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你等会儿啊 都几点了 又笑又唱的 还让不让人睡了 我警告你啊 何玉梅 我都人力好几天了 你别太过分了 张九丽 我这是在自己的房间 我爱干嘛干嘛 这是我的自由 你管得着吗 我怎么管不着啊 我明天要上班 你影响到我睡觉了 这不是碍着我吃什么呀 这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睡不着是你自己没有调整好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各活各的各有各的自由 你凭什么来指责我干涉我呢 谁干涉你了 各活各的你不能影响我休息吧 咱们俩现在同在一个屋檐下啊 不影响到对方的生活和利益 这是咱们俩和平共处的最基本的条件 你知道吗 这条件和准则都是给我一个人制定的 那你呢 天天往家里带女人 我还不高兴 我还不乐意了呢 你影响我的心情 干扰我的生活 可是请看我是怎么做的 我不但忍了 我还刻意给你们创造条件 没有像你这样不依不饶呀 张九丽同志 你呀 还是没有适应现在的生活 等你慢慢适应了 一切就好了 你看我现在 不是适应的很好吗 张九丽 你还是回去吧 别跟个门神似的在这儿杵着 别吓人了 我还要聊天呢 晚安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迈回来 当初是你要分开 爱情不是你想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哄回来 爱情不是你想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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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连家都不回了 哎呀不是的李姨 我是怕爸看到我 就想起我跟九丽的事 怕他心情不好嘛 这样对他身体也不好 所以 哎李姨 你非得把我叫这儿来 要跟我谈什么事啊 那有什么事啊 就谈你们俩的事 我俩的事啊 没戏了 都过去了 张九丽太让我失望了 你说我这些年 为了这个家 付出了我的全部 差点都没我自己了 结果呢 竹篮打损一场空 人家倒好 说离就离 连眼皮都不带眨的 就像扔掉一件 旧衣服那么容易 真的太绝情了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错在哪儿 我觉得我的人生 太失败了 你别太伤心 事情都过去了 伤心有什么用啊 你呀 今天跟我再去 就好好地聊聊 该发泄就发泄 该骂就骂 说完以后心里痛快 咱们都是女人 我理解你 气憋在心里啊 会做病的 李一 想想真是太让人寒心了 你说我这十几年 每天起早探黑的 伺候大的又伺候小的 我图什么呀 除了上班 单位组织的旅游 我都不敢去 我又是把他们冻着饿的 你说他那半死不活的图文社 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 其实没挣几个钱 把家里的房子都给抵押出去了 我能怎么办 我担心受怕 我也得咬着牙 我全力地支持他 还有静静的学费 你说得花多少钱呀 学金特别贵 要不是我省吃俭用的 为这个家乡的 他早就学不下去了 可我得到什么呀 我得到的是一张离婚证 郑九龄 真的是太没有良心了 我将在之外 怕太没有良心了 郑九龄 那你们就是因为这个里的婚儿 也不是 就为了他们公司那个刘家琪吧 疯了似的跟我犯婚呢 这个刘家琪 自己有家人 还勾引九龄 九龄真是走了眼了 你告诉我 他哪儿现在是不是在一起过呢 我也不知道 好像 没有吧 现在接二连三地往家里带女人 都不太重样的 在我面前抽险吧呢 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吧 我听你说这个话的意思 张九龄和刘家琪 还不是第三者的关系 那你们离婚是因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疯了呗 疯了呗 只 漠 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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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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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 Ny metho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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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